因為它真的是美國的產品 它是麻省理工學院所產出的一個層次 叫Squish 那我用一個小富士來研究 什麼是Coding 那小朋友以後說 他積木他非常好玩 很小的時候我們都給小朋友 小朋友玩過積木 小朋友都很樂意去玩 可是我們的教育部說呢 我曉得資訊能力指標沒有Coding喔 那怎麼辦 為什麼要Coding 簡單來說 因為Coding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這麼多 這麼重要的人物在裡面 這理由我講 我也很刻意的把我們國家的一位 非常有名的先生 張先生我們把它放進去 多元的社會 我們需要多元的東西 Coding一定非常重要 不是Coding 我們也不能說它不重要 所以我刻意用了幾個小朋友 各形式的小朋友 我們希望可以出來的小朋友 都鼓勵兼肥 那新北市的編程教育 我們 以我 我們這邊在做目前在做的部分 有Squish 有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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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去符合教育部的能力指標 第一個 當然我們沒有Coding 可是我們把Coding 融入到 做遊戲裡面 玩遊戲中去玩 符合剛才我們在十幾遊戲或者怎麼樣 我們從遊戲中學習 那我們也從Coding中做動畫 或者說從用動畫 Coding來做動畫 或者簡報用動畫來做 也用Coding來做 所以沒有Coding 我們還是有Coding 這容易一點 我們所有的課程裡面 那新北市舉辦Coding的比賽 已經很多年了 至少有三年以上 那作品非常的多 裡面的遊戲也非常非常多 有空可以到這個網站去看 接下來 我們 在我們自己的教育先生現場 我們自己也 產出了 產出了系統 我們的系統 支援我們的教學 那新北市的Coding 編程教育 已經開始結合硬體 去做機器人創作 那這些教材 我們都放在我們的 新北市醫學裡面 那你看到的 目前我們的系統 加上硬體 可以產出我們最作品的車子 這是我們年初的時候做 那個 元宵節畫燈的 小朋友的作品 這邊要再破 那這個就是我們 2、3月的時候我們利用元宵節 小朋友利用程式 利用Squatch的程式 把它寫到硬體裡面去 然後硬體就會驅動車子 車子就會走 然後小朋友把那個燈的閃數 都是小朋友在控制的 都是他們自己寫的 現在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11月的時候 我們有資訊與科技交易月 我們在板橋企業上 有進行一個小時 跟著民眾互動 跟民眾互動 一個小時我們就交小朋友 把這個車子 民眾還有一些小朋友 在一個小時內 我們就把這個車子做完 做完 它現場真的在開始亂 他們玩得很高興 那我們這邊很刻意把聲音放得很低 因為想說這個簡報不是很常 那我口述就好 那我們利用我們筆電 去透過藍牙去銜接我們的車子 我們車子 然後就現場 那這個是透過藍機器的 這是循跡機器的 這個是幻影機器的 那中間我不會分片 這是簡單的一小段的影片 這個一個小時的課程 就讓現場的民眾體驗說 原來我們小學就可以開始進行扣平的教育 這個小朋友玩得非常高興 那這是最後一張影片 我們新北市值得驕傲的這個聖誕樹 非常不錯 那我們今年也做了一個聖誕樹 那這個聖誕樹 我們都顧一下 等一下 放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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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把它放下聲音 好 這個 那我們的點在哪裡 我們也就在扣點 因為這個燈的閃爍 也是我們外面想不想去控制的 他們已經決定 他們已經設計好燈要怎麼閃 然後 今天下面這個燈的閃爍也是我們自己在控制的 然後我們還會一樣跟新北市值得驕傲做一個聖誕台 我跟我去爬 會爬 爬的時候呢 我們也很特別是 人來我們再爬給你看 沒有人 我們節約能源 我們把它放掉 那我們今天也有請小朋友現場 帶那個車子過來 小朋友也 小朋友也 這是他們 才正在設計的 對對對 因為Tody也要包含一些藝術的東西 所以 小朋友的 他們作品 算是好 現在看到他輪子有在動 就是 會動 那車子會動是外面我們的小裡面 小裡面 小裡面透過藍牙去控制它 這樣子做一個影片 用藍牙 對對對 我們用藍牙去做顯接 去做控制 然後透過 Squatch的層次去做圈集 那小朋友就玩得很高興 這就是從做中學 從做中學 那小朋友 在無形之中 他就把Cody學完了 所以一個小時就可以學會這樣子的 可以 我們那天在體育場就是做到這樣 那我的簡報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對對對 我想這個 很棒 謝謝 謝謝大家